高雄这一家公托风光开幕 信不少家长到场看看空间规划 市长陈其迈更喊出师生比一比四 犹豫其他公托 结果现在却被踢爆 小朋友遭到不当照顾 实在痛心把两个性感宝贝送公托 结果回家伤痕累累 因为送托期间儿子臀部红症 女儿手被柜门夹伤 而她们都不是单一个案 有其他小朋友被托育人员用腿腔压 甚至咆哮动手行为 导致孩童回家时 对家长有做出暴力举动 还说老是哒哒等话语 第一时间听闻指控公托中心 以各种理由辩解 直到家长惊觉不对 要求调阅监视器画面曝光后 真相才公主于事 虽然目前涉嫌不当照顾的托育人员已经离职 相关单位也介入 不过发生这种事情家长还能安心吗 公托中心的托育人员出了差错 还试图冤枉让孩子们处在不良好的托育环境 也难怪家长会对他们彻底失去信心 华视新闻宁丸徐富杰高雄报道 我是陈亚环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